嗨大家好我是M肩貓 我今天呢終於要來錄我 就位的 一日Vlog的影片啦 那今天呢這個主題呢 其實是一個很詭異的局 就是他突然出現的企劃 就是呢今天有一個吉他手 要來我基隆工作室挑戰 用一個小時 把 琵琶當吉他彈 然後要跟我用長笛券 這是今天 今日的企劃內容 為什麼會有這種企劃內容呢 是因為呢我前幾天呢 一時性情拉了我的琵琶起來 因為我一直被他弦的聲音給吸引 因為我裙子就一直撥到他的弦 然後我就把琵琶拿起來 所以我頭腦一片空白 我根本不知道要彈什麼 我基本上已經忘記以前 就是我小學學過的內容了 所以我就只記得 吉他怎麼彈 所以呢我就順手呢 就是想說好 那我來研究一下 如果我要在琵琶上面彈 和弦的話我要怎麼彈 我就把那個很短很短的影片 傳到我的IG動態 然後剛剛我們那個吉他手的朋友有回覆我 那我就順口問他說 那這樣子你要不要就是你琵琶拿回去好了 你把它當吉他彈這樣 那他竟然跟我說好 然後他就說 啊你來台北是不是很不方便 那我去吉隆找你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 他要如何 在一個小時 就是沒有彈過任何琵琶的情況下 然後要拿琵琶跟我券 有可能嗎 唉你幹嘛都講的 888888 8888 8588 8888 8888 你幹嘛都講了 有不閒眼 八 看!很好聽耶! 好沉溺喔 嘿!我叫洪維農 我現在就讀政大 哲學四年級 那你最喜歡彈什麼? 我最喜歡彈琴 彈吉他嗎? 沒有,那個感情的琴 沒錯喔 好好好喔 好花喔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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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上兩弦跟下兩弦的差距是一樣的 你說這兩個嗎? 對對對 綠下吉他也是四個這樣 就是插四個搖隔一條弦就是一個弦音 就是它這個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 對它也是四度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只是這兩條弦有點差 就是它是差兩條弦只有一個弦音 要差好是兩度 對 對 就還好 因為一般的調弦法 有一些調弦法也會這樣子 沒錯 把吉他調弦都一樣的 對 喔 難怪超快就那個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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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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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才過了 二十分鐘欸 你最近有點太醜了 好那我就把這些其他的 潛逆用來 用來掃描 你可以拿他來練這個 其他 這是你的 這是你的後臉 會放個貼紙去 小子也有 對啊小子也有 然後他輪子就是從大輪子開始 就是 欸你們吉他會用到那個嗎 就輪子 我頂多怎麼用到這四個啊 喔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樣 對對對對對 我唯一這個都還記得 其他都忘了 最好臉欸 然後剩下大部分的是 用十幾分大部分 這樣就是 就是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彈它 喔 這個可以 喔 可是 我以為你不太這樣 你用的 就是很吉他的方式在使用琵琶指甲 我覺得非常有趣 我沒有聽到 你懂的 你懂嗎 我懂嗎 我懂嗎 你懂嗎 我懂嗎 你懂嗎 你懂嗎 我懂嗎 你懂嗎 我懂嗎 你懂嗎 我懂嗎 你懂嗎 你懂嗎 很像嗎? 很類似,我不會彈得完全一樣啊 你是怎麼辦法這樣子直接轉換啊? 就是它 它是因為吉他這個 這邊原本是這個音 對對對,這樣就ok了 對,現在已經知道音了啦 就是它原本是 原本是在這邊,變成這邊 喔,懂 那你就可以直接拼音它 超酷欸 所以 我一直有疑惑 就是它其實是可以有點像吉他一樣 就是彈和弦嗎? 應該可以啊 這是五度啊 對 因為我那邊一直在響 因為它有兩個是剛好八度 這個是 這是一集的話 四度五度 對 它就一直給它那個sangho 就已經有sangho 對 對對對 那這樣就是一個簡單的 我不知道它這個 是什麼調 好像就是一個某某sangho 他們都說 你聽起來像是 La Re E 可是他們都說這是 So Do Re So 然後是我以前學的時候 我超痛苦的 我轉不過來 因為我現在學西洋的那個系統 了解了解 現在很多聲音 想說錯啊 對對對 但這是一個簡單的耳 一個miner 那是一部分發覺 可以 對不對 我還是想要 我還是想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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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是很不刺激的挑戰 你一點都不緊張 呵 有一個很重要的宗旨啊 人要比情修啊 人要比情修 你不要怕他 你不要怕他是不是 好 一個口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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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